觀眾朋友 讓我們來看世界 大家好 我是彭聚 今天一開始先帶你來關心到 台海之間的緊張情勢 之前中國大陸推出了 懲戒台獨22條 只要涉嫌分裂國家的話 最重可以處於死刑 當然這個法令衍生了 一連串的政治風波 首先是賴總統對外表示說 希望朝野合作共同來謹慎以對 也希望團結 但最新的動作是什麼呢 就是陸會現在宣布說 要將中國大陸還有港澳地區的 旅遊警示燈上升為橙色燈號 正義國人不要到當地去旅遊 但是這個消息一出 讓許多的旅遊業者都覺得非常錯愕 桃園機場會台 不管是非 廣州 上海 都有不少旅客排隊 但是陸委會宣布 27號起提升中國大陸 與港澳地區旅遊警示 由黃色調升為橙色 非必要不前往 旅遊警示最低灰色提醒注意 黃色是特別注意檢討是否前往 橙色則是避免非必要旅行 包括伊朗 柬埔寨 遼國 以色列 巴西 最嚴重的紅色是不宜前往 像是北韓 俄羅斯 烏克蘭跟阿富汗 陸委會指出 因為陸港澳地區持續增修國安法 有多起國人遭流制盤查 加上日前頒布城市台獨意見 最重死刑 有必要向國人示警 但是原本期望可以開放 團客遊路的旅行業者認為 兩岸並非兵凶震圍 也沒有嚴重疫情 提升警示燈號雖沒約束力 但勢必衝擊旅行社生意 陸委會強調提升旅遊警示 並非反制措施 而是保護國人 而中國大陸的領導人 之前才暗示說 清洗解放軍的行為還沒有結束 馬上最近的動作也浮上檯面了 就是中國大陸的兩位前國防部長 包括是魏豐和還有李尚福 是雙雙遭到開除黨籍 而且中共中央政治局 也終止兩個人的中央 中共二十大代表的資格 甚至會移送相關的軍事檢調單位 來進行進一步的追究 還有依法審理起訴 這是我們為您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但是反觀台海關係 真的是越來越緊繃了 因為至於中國大陸的對台動作 從26號一直截至到今天的清晨為止 24小時之內 就有33架次的共機穿越了台海中介 最近的距離基隆只有小小短短的40海里 共機駕駛員甚至還廣播搶下我國的空軍說 中華民國是什麼東西 又在空空上去 武空軍柔性驅離 卻到中共軍機回嗆 中華民國什麼東西 這還只是空軍日常遭遇 截至27號清晨六點為止的24小時 七艘共艦33架式共機穿越台海中線 幾乎將台灣本島包圍夾擊 只留下東北一小區域 最近距離基隆短短40海里 共機共艦自四面八方逼近 不過27號在巴士海峽 也發現美軍E-3B空中預警機 與MC-13栋運輸機 行進我西南空域 美軍機頻頻繞行 或許建於西南空域情勢升級 但除了在空中 世界壓力網路上的匿名活動資訊 也被質疑與對岸有關係 以軍旅生涯照片為題 在社群徵選作品 只要提供帥氣的軍中照 就有機會獲得獎品 例如日本東京大阪雙人型 或iPhone15 Pro Max 256G對象 鎖定國軍 我想這是一個所謂的情報 社會工程的做法 進行這照片的投稿 那麼這情報單位 他就會依照這些人脈 進行接觸 讓他建立一個更完整的資料庫 這是一個情報釣魚的手段 以免武力壓迫 以免獎品誘惑 不知有多少運者上鉤 TVBH 劉立誠會 台北報導 兩年一次的環太平洋軍演 即將要登場 而航空母艦卡爾文森號 已經進港了 另外在軍演開始之前 美軍也在夏威夷的外海大秀 兩款的新型五人機 TVBS的採訪團隊也已經到了現場 馬上帶您先讀為快 TVBS赴夏威夷直擊運派環台軍演 這是美軍的航空母艦卡爾文森號 他加速衝刺提早半天抵達了夏威夷的珍珠港 可以看到他的飛行甲板上搭載了包括F-35以及FA-18EF超級大黃蜂戰機 E2預警機也大拉拉亮相 作為環太軍演上最大招軍艦 排水量超過十萬噸的卡爾文森號 放眼望去很壯觀 就連當地人還特地去拍照 這是卡爾文森號第四次參加Ring Pack 第一次1984年Ring Pack 今年來到第29屆 各國軍艦也趕在最後一刻前抵達 這是荷蘭巡防艦普羅號 六月初被證實行經台海 當時中共軍機被揭露 以危險方式附近盤旋 而前年九月巡逸台海的加拿大巡防艦溫哥華號也來了 未來半年有沒有機會再待觀察 他也常客的美軍柯蒂斯威爾伯號 驅逐艦壓線抵達 不過環太還沒開始 美軍曬出該軍艦甲板垂直起降無人機 其中XP-4被說是無人機版的漁音機 還有另一款Skyway V2.6無人機 最大特性雖然是體積較小 但能抵抗海上強風阻力 美軍就曾在軍艦上驗證它順利飛行 就是用來輔助船艦艦的補給 或者是對岸上的友軍進行補給 現代戰爭走向無人化 29國參與的環太軍演相互取經 也為未來趨勢做準備 TVBS新聞劉婷婷 洪富華 夏威夷採訪報導 好 我們大家更深入了解 這兩年一次的環台軍演 在今年有什麼樣的特色 總共它的規模其實跟上一屆相比 兩年相比其實規模是再度放大的 總共有29國參與 40個水面艦艇還有三艘潛艦參與 以及14國的陸軍25000名的官兵 甚至超過150架的飛機 都參與這一次的環太平洋軍演 尤其以演練的科目來看的話 包括是反潛戰還有多艦水面戰 多國兩棲登陸以及航艦打擊群 對抗實彈部隊多軸防禦等等 都是這一次必須要來演練的科目 但是在這一次的環太平洋軍演當中 其實還是有一個預定的假想敵 而各國也認定說他們的假想敵 似乎就是中國大陸的解放軍 我們從這一次的靶劍來看就知道了 以集成科目來說的話 這一艘塔拉瓦號的兩棲攻擊艦 其實盾數非常大 來到了斯灣盾級已經退役了 而且也將會用在實彈射擊的項目當中 主要為什麼這一次挑了一個兩棲攻擊艦 而且盾位數這麼大來當做靶劍呢 主要因為假想敵就是中國大陸 因為中國大陸的巨型兩棲攻擊艦 還有航母現在快速的發展 現在也很擔心說會用在台海的衝突當中 所以為了克制這些潛在的威脅 而且降低相關的風險 才變成這一次重要的演練項目 還有集成的目標之一 但是其實環太平洋軍演在過去一再都有討論說 是不是讓台灣在當中有特定的角色 甚至加入參與這樣子的軍演當中呢 在今年很可惜台灣還是沒有被列入 但是還是有很多專家認為台灣應該要在裡頭有角色 像是白宮的前國安顧問歐布萊恩呢 他就說了環太平洋軍演未來應該要納入台灣 這是一個比較合理的選項 這是他在這個外交事務這個期刊上所對外說明的 不過現在大家都認為說這次的環太平洋軍演 就是簡直解放軍的態勢來說 中國大陸又怎麼說呢 中國大陸的國防部回應表示說 美方的軍演是不可能嚇阻到解放軍的 美國海軍提供服務的潛艇探測器 解析這款設備是為了探測陸方潛艇訊號 也可以在水下進行訊號對抗 在南海問題上 美國和菲律賓一直以來都採取合作抵禦中國大陸 那麼菲律賓駐美大使日前受訪時表示 像在中非在仁愛礁的爭端可能蔓延到整個印太地區 甚至引發核戰 如果台海爆發戰爭的話 美軍可能獲准使用菲律賓的基地 兩岸情勢牽動國際 美國6月27號登場的2024環太平洋軍演 就被美國媒體評論是防堵陸方武力攻台 解決台灣問題是14億多中國人民自己的事 美方妄圖通過所謂軍演下逐中國軍隊 這完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兩岸事務不接受美方插手 對於澎湖漁民6月18號 近距離拍到大陸核子導彈飛彈潛艦出現在金門外海 大陸國防部這樣回應 外海近距離看到中國大陸核子導彈飛彈潛艦 想請教對此有何評論 關於潛艇的情況 我們是一向不做評論的 管轄範圍涵蓋台海的大陸東部戰區 近日持續進行演練 淮北艦 德洋艦等多艘艦組成編隊 在東海展開跨昼夜軍演 還有多架殲15戰機執行空中加油 TVBS新聞 林明珍 陳旭毅 北京採訪報導 而台灣十天呢 明天就是美選辯論的第一場正式開始了 大家都很想知道 包括這兩老對決 到底在這一次的辯論當中 會交鋒哪一些議題 不過在討論議題之前 我們先帶來看到現在最新的民調數字 到底現在誰比較有贏面 誰跑得比較前面呢 我們先來看到紐約時報跟謝納學院的民調 當中可以看到在這份民調當中 川普似乎是比較佔上風的 贏了6個百分點是42%對上48% 但是在這一次的民調數字分析當中 其實你也可以注意到 以川普來說 他在關鍵的搖擺州來說 比上一屆拿到的票數還有民調 都是比較高一點比較多一點的 但是以這個拜登來說 他拿到的比較多的是年輕選票 相對來說在年輕族群當中 是他比較佔上風 比較有優勢的一個區塊 但是呢其實還是有10個百分點 目前還沒有決定要投給誰 甚至也不想對外表態 他們心中一屬的候選人 所以如何爭取到這10%的選票 預計呢也會是在這一次的 美選辯論當中非常重要 他們希望可以說服的一個對象 但是我們要再來看到 大家對這一次的美國總統大選 到底從辯論上來看 大家有興趣看嗎 其實我蠻好奇說 他們會不會把當戲來看呢 因為其實以他們 目前兩位候選人的觀點來說 不論是個人的形象 或者是說在政策上的辯論 很容易會淪為一個口水戰的對峙 雖然說今年有些稍微的管制 但是難免會有一些口水的情況出現 根據美聯社還有芝加哥大選的民調來說 其實有接近6成的人 是有興趣收看 而且了解辯論內容 甚至當中7成的民眾認為說 這場辯論對雙方來說 以盛選的角度來看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們剛才也說 其實雙方要討論的議題真的非常多 而且各自身上也有不小的包袱 我們先來看到現任的美國總統 拜登他本身年紀比較大了 常常被拿來開玩笑 所以他的體力還有心智狀態如何展現 也是這場美國選舉辯論當中 大家可以關注的一個重點 還有他如何處理好美國的內政跟外交的窘境 畢竟他現在是現任的執政者 面對這些挑戰來說 是他一個被問到的必考題 但是在這一次的辯論當中 另外一個挑戰者當然就是川普 但川普往往餘不驚人死不休 所以如果在今天他擴大自己的表現 或是比較浮誇的話 恐怕也會讓這一次的美選辯論當中 有一點失焦 甚至也害他自己被扣分 所以如何管控情緒深呼吸 恐怕是他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課 但是被問到一定會被問到的 當然就是台灣議題 BBC就說了兩個人當中的最大差異 其實就是台灣的怎麼看待 台灣所在的位置跟立場 因為其實以Joe Biden來說 他其實從一個戰略模糊 慢慢的走向戰略清晰 好幾週說其實會重申捍衛台灣 讓美軍來協防台灣 但是以這個川普來說的話 其實他是一個比較現實的看法 他認為說其實以這樣子力挺台灣的話 會破壞美國做生意 而且也反國會的原台法案 所以雙方在台灣議題上 在態度上是落差非常大的 所以總結來看 從這一次的美選辯論 你可以發現到 一個是代表非常現實的角色 另外一個力挺價值的角色 到底美選當中 選民是選價值還是選現實 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考量了 但是根據CNN掌握的消息來說 拜登在這一次的辯論當中 會主攻的是川普煽動國會暴動的罪 另外川普則會針對經濟的議題 對拜登來發動猛攻 美國總統拜登在大衛營閉關 為總統大選辯論準備 川普則是有前紐澤西州長陪練 辯論會前夕 雙方陣營都推出新廣告 根據CNN預測 拜登將在辯論會中主打墮胎權 以及川普鼓勵國會暴動等議題 川普則會以移民通膨犯罪率高來質疑拜登 回顧過去的辯論會 許多美國總統麗貧連任時 都在辯論會上表現不佳 例如頗受好評的歐巴馬與雷根 都曾當場語無倫次 老布希也曾在辯論會上分心看手錶 結果卻聽不清楚主持人的提問 他的兒子小布希則是在辯論會中一度坐立難安 並且說出情緒性言論 不過最情緒化的還是2020年的川普 他不停插話挑釁 並得拜登當場要川普閉嘴 四年之後川敗辯論將再次登場 還是有很多選民對這兩個人都不滿意 在這段階段他們兩次有四年 而我只有八年都不滿意 還有人直言拜登的年紀跟川普的壞嘴 都讓他們這一票實在投不下去 TVV的新聞綜合報導 剛剛我們提到說在這次的美雪 你可以把它想像是一個價值跟現實的對抗 但是其實對美國民眾一般民眾來說 最重要的現實到底是肚子吃不吃著飽 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問題 但是美國現在通膨的狀況雖然獲得控制 但依舊是非常嚴重 也讓一般的民眾覺得非常不滿 除了食品價格還有住房的成本上漲之外 很多的美國真的是勒緊錢包 而且你會發現說不只吃都吃不飽的 如果你今天想要看演唱會的話 當然也是奢望 之前當然我們提過說 泰勒斯掀起了一波演唱會狂潮 但是在他的狂潮結束之後 基本上美國還有不少的演唱會是取消的 所以預計在美選辯論當中 到底這兩位前後任現任還有現任的 美國總統要如何來辯論這個經濟話題 當然辯論當中通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 我們先來看到以現任總統 美國總統Joe Biden來說 他預計當然會主打所謂的 拜登經濟學擴大基礎的建設投資 但為什麼大家會覺得說 他打出這張經濟筆牌可能對他來講 沒有什麼太多的加分作用 主要就是因為從18歲到30歲 這些年輕選民來看的話 其實大家還是認為說他創造 雖然有製造了工作機會 但是對於通膨的管扣還是讓大家覺得 好像並沒有太得分 但是相反來說以美國選民心理 我們不要講實際 以美國選民的心理來看的話 他們反而比較期待是川普能有效的控制 這樣子的通膨狀況 雖然有16位的學者認為說 他可能會加劇通膨 但是以選民心中 我們講選民心中 的確認為他是有辦法的 所以或許在這次的辯論當中 他也會強打通膨牌 把所有通貨膨脹的罪責歸咎 歸咎在拜登身上 而且繼任者的巨額支出 勢必也會變成辯論的話題之一 天后泰勒斯的倫敦演唱會 球星男友Travis Kelsey驚喜現身 高禮貌燕尾福 為女朋友獻出了演唱會首舞初體驗 還當場來個公主抱 讓現場粉絲尖叫聲破表 真的是嗨到不行 泰勒斯給粉絲的驚喜大禮 既甜蜜又逗趣 在9萬粉絲前秀恩愛 大家當然超買單 看看集滿倫敦溫布利體育場 這人潮就知道泰勒斯這次演唱會 有多待望當地經濟 但可不是每位開演唱會的歌手 都能夠保證常常滿座 有些演唱會還被迫取消 包含天后J-Lo以及美國的搖滾雙人組合 黑劍樂團都陸續宣布要取消巡演 有音樂圈的業界人士認為 後疫情時代的甜蜜期結束了 還記得在解封後迎來的一波演唱會經濟潮嗎 當時大家迫切的想要重回正常生活 花錢不手軟 但是一轉眼這些報復性消費已經來到尾聲 根據KPMG的調查 有多數美國人在今年夏天並不打算多花錢 旅遊外食各方面都是神神神 像是看演唱會這種非必需的娛樂消費 更是直接取消 讓很多藝人期望落空 事實上儘管美國五月份的通膨年增率為3.3% 日常的開支壓力就像溫水煮青蛙 高漲的物價顯然是美國社會全民最有感的痛點 勢必也會成為這一次總統大選首場辯論會上的交鋒戰場 川普與拜登的首場辯論倒數登場 專家分析兩方策略不同 世上從2020年之後兩大事件影響川普陣營 一是國會暴亂 二是川普在封口廢案章中被判有罪 川普藉此扣著司法列污把募款金額不斷推高 但是美國史上首位被定罪的前總統 這臭名加深還是一大化兵 再來就是和四年前相比大環境改變很多 四年前關注的是新冠疫情 經濟下滑失業率高漲非益平權 四年後是全球通膨 惡物戰爭以巴對立 拜登口中的經濟指標數據大好 大家感受不到 川普拿來大作文章 但是反而有16位的諾貝爾經濟學家跳出來唱衰 如果川普回鍋勢必引爆通膨高漲 而如果川普真的回鍋 他也會成為宣誓就任時年紀最大的總統 到時候78歲了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其實不止美國在很多的國家 只要一般民眾肚子吃不飽 當然就要站起來造反 而接下來我們要看到的這個地方 是玻利維亞出現了軍事政變 而且帶頭的是誰呢 帶頭的是前軍事的將領叫做 祖尼加達企圖想要政變 甚至還率領了武裝的士兵 把總統府團團圍住 還用裝甲車去撞總統府的門 而現在在短短的幾個小時之內 政變就馬上結束了 而他現在也變成接下球 是一個被捕狀況 但是他為什麼有辦法號召 這麼多人上街頭陪他一起啟動 這一次的軍事政變 當然還是跟一般民眾肚子吃不飽 是有關係的 包括控訴了當地的經濟衰退 還有天然氣的出口衰竭 以及貨幣壓力等等 都讓國民的憤怒值 是快速的往上飆漲 但是你或許很好奇說 玻利維亞這個南美的國家 是到底靠什麼樣來東西來吃飯的呢 當然就是非常豐富的礦產 以黎來說好了 最近大家很常聽到黎這個元素 它本身這個礦產是非常重要 拿來做電池的原料 它在玻利維亞的部分 也是單一國家含量最多 蘊藏量來到了2300萬噸 這個可以作為充電電池的原料當中 你想想看現在什麼東西都要電池 除了你的手機之外 還有這個電動車基本上也都是它 非常重要的一個製造出來的產品 而且中俄的企業現在預計 也要簽約28億的美金 要協助當地來提升製造 為什麼呢 因為在玻利維亞這個地方 雖然的確靠天吃飯有非常豐富的礦產 但是他們並沒有相對的技術 可以加工這些礦產 所以只能靠其他的國家 所以現在為了要控制出這些礦產 向中國大陸跟俄羅斯就聯手起來 給錢而且給技術 就是希望可以提前的來插旗 而且掌控這些非常重要的離礦 同時也為自己的未來來進行佈局 南美玻利維亞發生軍事政變 裝甲車加速衝破總統府大門 給了地面部隊攻進總統府的機會 在玻利維亞的首都拉巴斯 總統府前的慕里略廣場 早已被叛變的部隊佔領 還有玻利維亞內閣閣員 從總統府拍下部隊集結的畫面 發動這邊的是玻利維亞 前軍事將領佐尼加 他因為不滿國家經濟衰退 要求玻利維亞總統阿爾斯 重新組閣 不過玻利維亞人 現在選擇站在政府這邊 他們走上街頭還高喊口號 與廣場上的叛變部隊對峙 甚至還有人把煙火當武器 丟向部隊攻擊 不過這場政變來得快去的也快 幾個小時就草草落幕 叛變的武裝部隊 已經撤出總統府 發動政變的阻尼加迅速被捕 總統阿爾斯也立刻宣布 換上新的三軍首長 包括巴西智利和委內瑞拉 玻利維亞鄰國領袖 清一色力挺阿爾斯執政 也是政變迅速落幕的關鍵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我們再來關心到這幾天 大家也是討論非常多的 當然就是日圓變值啦 但笑的是像是我們這次的觀光客 但是對日本的國民 還有對日本政府來說 真的是笑都笑不出來之外 還這個把淚往肚子裡頭吞 為什麼呢 因為恐怕為他們的國家 再來了非常大的危機 我們先來看到相關的數字 這個國際的清算銀行就說了 5月份的日圓實質的有效匯率 來到了68.65% 是有紀錄以來最低的 而且從2020年到現在 實質的有效匯率 跌了將近六成之多 來到了58% 而且我們從日圓的購買力來講 是大跌了三成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 當日圓越來越小 一般民眾的生活 當然也就越來越苦了 尤其日本是非常仰賴進口的國家 他們什麼東西要靠向外面買來取得呢 包括食物啦 能源 半導體 通訊設備等等 都是仰賴進口的 所以當日圓越來越小 他們必須要付的成本也就更多了 所以當然對生活 還有對產業來說 都不是一個好消息 再來我們來看到 其實現在日本陷入了一個 結共性的問題 尤其第一個他們的產業外移 所以很多的企業都是採取海外生產的策略 再加上他們非常仰賴進口的化石燃料 所以兩個因素加在一起 就很容易陷入貿易逆差 而且也導致了日圓貶值 來到了38年的新低點 所以這種惡訊循環下 螺旋式的下降的狀況 的確讓他們的生活真的是非常難過 所以到底有沒有辦法來止損 透過一些匯率的政策 還有其他的手段 來讓日圓不要一直疊疊不休呢 我們來看到財務大臣林木俊一 他的說法說接下來 馬上就會對日圓採取必要行動 但是什麼時候做 目前還看不到任何的訊號 但路透已經說了 顯示已經為再度競技場 趕預做好準備 不過到底什麼時候會有動作 目前日本政府都還沒有明確的 給大家一個數字 或是一個特定的時間點 但是我們要來看到很多人到日本玩 都喜歡帶這種移動式的行李箱 當然是非常方便也非常省力 但是如果你坐在上面 變成一種交通工具的話 就有可能會被開罰了 尤其有大陸的女子 帶著這個 而且騎上去在日本的街頭 當然也收到法單 商場內機場裡遊客 坐在電動行李箱上 悠災滑行 省時省力 電動行李箱儼然成為 觀光客移動的好選擇 它不光能自己走 還能夠拖著人走 除此之外 它還可以給手機充電 還帶GPS定位系統 真的是炫酷的不要不要的 但是這項新潮科技 卻在日本惹上麻煩 一名大陸留學生 在今年3月 將電動行李箱騎到人行道上 涉嫌違反道路交通法 無照駕駛遭到法辦 這位大陸留學生表示 他不知道電動行李箱在日本 被視為交通工具 需要牌照才能上路 不過因為電動行李箱的最高時速 其實可以達到13公里左右 所以按照日本的道路交通法 被視為和電動腳踏車一樣 需要申請牌照才能上路 事實上類似的電動行李箱 可以說越來越風行 還有企業推出 AI自動導航功能 不過在日本 電動行李箱還沒那麼普及 主要還是由大陸遊客 攜帶入境使用 但是交警提示 電動行李箱只能在封閉的小區道路 和室內場館等場景下使用 我們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上 都是明確規定是不允許的 事實上在大陸國內 電動行李箱一樣不准上路 暑假旅遊忘記 國人出國旅遊 也千萬要記得留意當地交通規定 避免違規使用電動行李箱 還得吃上罰單 TV的新聞綜合報導 最近消息要帶來掌握到 是在丹麥的首都哥本哈根 市中心的丹麥稅務部 這個地方發生了火警 而且這個地方 本身是一個古蹟 警方是緊急疏散了 包括是稅務部長 在內的政府官員 這一次的起火點距離 今年4月份 遭到大火焚毀的舊證交所大樓 只有短短的10分鐘步行距離 目前火勢已經被撲滅了 但是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 造成這一次的火勢 目前還需要進一步的 在調查當中 但是我們來看到 美中關係非常緊繃 但是大貓熊外交 依舊持續進行 呆蒙的大貓熊 一隻是雄性的雲川 另一隻是雌性的新寶 身負重任 在26號晚間 從四川雅安出發 搭乘包機 過近香港後 飛往美國 將入駐聖地雅各動物園 展開為期10年的 國際大貓熊保護計畫 中方專家還將駐留3個月左右 陪伴他們度過隔離檢疫期 中美貓熊外交持續 但是美中關係回不去 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 在上海發表演說 只批北京當局透過武器技術 支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是重大錯誤 另外博恩斯在畫質地報專訪中 罕見的以強烈語氣批評北京破壞美中關係 像是禁止中國公民參加美國在華舉辦的活動 或是企圖恫嚇出席者 還加強對美國駐中大使館 社群媒體的發文限制 並煽動國內反美情勢 不止美中關係難回暖 菲律賓駐美大使表示 如果台海戰爭爆發 非國可能允許美軍使用菲律賓軍事基地 保衛台灣 並警告中國大陸 在南海的爭端 可能引發包括核戰在內的更大區域衝突 TVBS新聞 協潛熙全運文綜合報導 不過在這個暑假大家都非常期待看到的是巴黎奧運順利的舉行 但是在民眾的心中 我們說是法國民眾的心中 恐怕沒有這麼樂觀 因為他們認為說 這個馬克宏為什麼不等奧運結束之後 才進行國會改選嗎 現在他的動作 不是也讓整個法國社會變得更加動盪嗎 因此引發了當地居民的不安還有埋怨 另外是美國擁有名將菲爾普斯 飛魚菲爾普斯他指控了世界禁藥組織 認為說他們包庇要減陽性的中國選手 奧運只剩不到一個月 日本體操國家隊最後衝刺 上一次跟金牌失之交臂 今年捲土重來目標就是擊敗禁敵中國大陸隊 只是中國隊身陷禁藥爭議 好久不見的飛魚 美國前擁有名將菲爾普斯 在國會作證的時候痛批世界反金藥組織 包庇中國游泳選手 攤開2020東京奧運的游泳成績 美國摘11金牌排第一 摘3金的中國排第四 但其中兩名金牌選手要減陽性 人獲准參加巴黎奧運 爭議的還有主辦國法國 月底即將舉行國會大選 巴黎人實在納悶 難道不能等奧運結束完再選嗎 民調顯示總統馬克宏的指示黨面臨慘 馬克宏語出驚人警告 若是讓極左派極右派掌控國會 法國恐怕爆發內戰 他出現了所有領域的領域 我或是有狀態 我認為法國人都發現 他有狀態 我們不會害怕 我們不是極右派 我們不是極右派 不是極右派 極右派是一個真正的危險 顯然法國人不吃芒果乾這套 就怕選後內閣大洗牌奧運 捲進政治動盪的鍋爐中 隨時可能引爆 題不選中的到 好或許法國人不吃芒果乾 但是我滿好奇的說 你去法國都吃什麼 以我個人來說 絕對是法棍的 但是對很多人心中來想 所謂的法國美食當中 可能有一項就是炸薯條了 但這一次的巴黎奧運當中 其實現在當中選手的餐點 菜單也對外公開 但是很可惜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提供油炸料理 所以法國的炸薯條 這一些選手們恐怕是吃不到 奧運倒數二十九天 CN記者開箱將為兩百個國家一萬五千名運動員工餐的奧運餐廳 為了滿足運動員的各種需求 廚師研發了亞洲菜 法國菜以及清蒸菜肴 總共五百多種 其中三分之一是以蔬食為主 令人意外的是出於安全原因 廚房內不允許油炸食物 因此選手們可能無緣享受法式薯條 不過高熱量的甜點倒是無限量供應 奧運餐廳也響應環保 以重複使用的餐具取代塑膠瓶 甚至需要三十五人同時作業 才能將三萬個盤子兩萬個碗 放入大型的洗碗機中 今年巴黎奧運也首次採用紫色田徑場 主辦單位邀請各國運動員 進行最後測試 另一邊美國明尼蘇達州的體育管理 正在舉行美國體操代表隊的選拔 前奧運冠軍喬丹奇利斯 與體操天后西蒙·拜爾斯 都躍躍於世 奧運賽事即將開幕 主辦單位與參賽選手們都嚴正以待 以拿出最亮眼的表現 TV的新聞綜合報導 要拿出最亮眼表現的 當然還有山寨周杰倫 現在在中國大陸非常紅 有一位叫做黑輪 另外一個叫周炳輪 這兩個人還合體開演唱會 但是這個演唱會的票價 你能接受嗎 竟然要台幣24000塊 比本人自己開的演唱會都還要貴 而且我看到一個說法是說 如果在今天你坐越遠 這個票價反而越貴 因為越遠反而看得出來就是越像 所以當然價格會比較高一點 但是律師提醒說 這兩個人開演唱會 恐怕會有法律問題 周杰倫演唱會的座位席一陣騷動 他看似周杰倫但不是正牌周董 而是外表很像周董的周炳輪 還有他模仿周杰倫出名 綽號黑輪 最近在中國大陸多地酒吧 近開啟演唱會 甚至在太原廠合體周炳輪 跟粉絲互動 更傳出一場低銷近六千人民幣 超過兩萬四台幣 引發正牌周董的粉絲不滿 法律界討論有侵權疑慮 山寨明星也能分到演唱會紅利 根據中國產業演出協會數據 去年五千人以上的大型演唱會票房 將近一百四十六億人民幣 創歷史新高 但是現在傳出 在演唱會開唱前 有號稱轉讓門票 欺騙沒搶到票的歌迷 透過二手平台交易 實則利用假的平台連結 一個案件騙走歌迷錢財 見面他確實是模一樣 直接掃碼 然後就直接就有那個 買票那個令結 當時我們去通過少年轉帳 對方的帳號去查詢的時候 發現這個帳號實際上 是一個資金石 就是裡面有大量的資金往來 中國大陸演唱會的市場大餅 也成為詐騙新目標 TVB新聞綜合報導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到 日本的舞蹈女團最近非常好 叫做Avangalty 她週末要在台北 連續三天進行公演 而且還會為台灣帶來 限定版的表演 再度大跳Bobby 王彩華女兒黃于婷來共舞 原唱本尊也要來獻花 雙方上次見面 是合作除夕節目 這回則來台帶來首戰海外公演 我們是Avangalty的代表作 也當然是日本的名曲 也當然是台北的大家 也有親密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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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連受訪表情也都很有戲 跟台灣相當有緣的他們 曾挑戰16噸被網友封為是最輕鬆版本 謝謝 我心情好像幾個暫時會這樣 我願意挑戰 不只致敬天團 日前到香港還與周星馳見面 他們直呼很開心 儘管跳舞時看來面無表情 他們說還是有情緒變化 要大家好好觀察 台灣觀眾也等不及要感受著 有別一般舞蹈的全新感官體驗 TVBS新聞靈異結莊選 洪一廷SNG小組台報導 從今天開始 美日韓三國即將展開的是 首次的自由之刃 多域聯合演練 而美軍也派出了F-16 還有F-22猛禽戰機 舉行空中軍演 一兩輛K-9自走炮朝向作戰地區移動 就定位後依照射擊指令朝目標精準開火 南韓國產K-239天無多管火箭系統 連續向55公里外發射飛彈 最終全數擊中目標 韓國海軍陸戰隊 26日在西北島嶼一帶 實施海上砲擊訓練 動用K-9天無和長丁飛彈系統等主要武器 向西南公海把區發射了290多枚炮彈 這是韓方宣佈 終止兩韓919軍事協議後 時隔六年十個月 首次在岩平島重啟相關演練 不只特種部隊 南韓空軍在同一天也有動作 美軍F-16戰機和韓軍F-35A戰機先後升空 還有美軍F-22猛禽隱形戰鬥機 也來參與他 美海兩國26號派出三十多架戰機 在朝鮮半島東部上空 實施聯合結擊空中作戰訓練 三軍演習還未結束 接下來美日韓還將舉行自由之任 第一次三方多域聯合軍演 美國海軍秘密之籍核動力航空母艦羅斯福號提早在二十二號就已經抵達韓國釜山事實待發 南韓總統一熙月還登舰參觀強調美日韓 三邊合作重要性 一星期內南韓和盟友不停大秀軍事肌肉 威者警告北韓異味濃厚 只不過平壤當局似乎沒退卻 反倒號召民眾團結起來一致抗美 平壤市一處體育場聚集十萬多名民眾 坐無虛席這些人都是來參加反美集會的 平壤政府透過大規模集會 並利用喉舌媒體刊登反美韓社論激起仇恨情緒 與此同時對外也不手軟 又是飛彈又是垃圾氣球雙重攻擊 北韓26號上午向東海發射彈道導彈 韓軍分析飛彈飛行250多公里後 在空中爆炸推測是在測試超高音速彈道飛彈性能 卻失敗告終 不過平壤可不是這麼認為 北韓官媒宣稱試射成功順利進行飛彈彈頭分離 驗證了多彈頭擊中目標的能力 除了試射飛彈 戳戳韓美銳氣 北韓今年第七波垃圾氣球攻擊 同一天來作亂 昨日當局表示這些氣球重量約10公斤 主要裝有紙類垃圾沒有安全威脅 這已是北韓連續三天釋放垃圾氣球 讓韓方不生其擾 韓軍已警告 若北韓繼續氣球攻擊 恐怕重啟擴硬器行戰韓化 屆時怕是加劇雙方緊張情勢 煙消味更濃 TVN新聞綜合報導 好 相信大家對國際新聞都非常喜歡 也歡迎大家在我們的留言區裡頭 討論留言 聊聊你對這次的新聞的看法 而且如果你是用電視機收看我們的直播新聞的觀眾朋友 也歡迎拿起手機一起交我們的討論 而且如果你喜歡我們的新聞內容的話 歡迎按讚訂閱我們的YouTube新聞頻道 感謝您 再來我們來看到的是 現在全民運動就是封買房 大家都想用心情安跟上這一波買房熱潮 但是也造成了不少亂象 而行政院在今天也最新拍板了優化措施 品大套房 那因為是低總價的關係 所以屋主他就是用心情安來買下這一間 要助攻青年買得起房 心情安貸款立大功 卻還是衍生人頭戶轉租等問題 心情安拍板精進措施 也就是以往如果有民眾 命經使用過的心情安 那麼接下來都不能再次使用 也就是現代一次 給他所謂的人頭費 大概是三五十萬塊 對投資客來講 他就覺得非常的划算 那五年後 房地產增值再賣掉 還可以獲利 專家分析新做法 確實讓人頭戶重新思考 要喪失使用心情安機會 還是賺投資客給的紅包 有望讓資源用在真正需要的人身上 但也可能有民眾感覺 反正房價高漲 未來也可能買不起房 乾脆當人頭戶 呈現我就爛 如果這個區域 他還是有利可托的話 應該會有一些投資客 他會用比較高的代價去購買人頭 只是一人一生現代一次也有漏洞 歡有夫妻想換房 起初用丈夫名申請心情安 賣掉後改成用老婆名申請恐有爭議 還得進一步討論 而要杜絕新情安包租公 新貸戶得簽自助切結書 要是違規終止利息補貼 還得返還以撥補補貼 舊戶被抓到比照辦理 還有媒體指出 目前已經抓到數百戶疑似 人頭戶轉租 統整來看新情安優化措施 貸前審核和貸後積查 都要加強管理 包括不動產架回查 貸後繳款查證等 而至今累積核貸57980戶 其中借戶年齡未滿40歲 佔總戶數72.99% 險見申請的人已輕壯年居多 新情安改版能不能改善亂象 外界都在看 提片新聞長張惠仙 台報道 而最近消息要帶來掌握到 是高雄又出現了停電狀況 這次發生的地點是在前京區 就在晚間8點多的時候 就無預警停電了 有民眾是聽到了電箱的爆裂聲音 接下來馬上陷入了一片黑暗當中 不少民眾是急忙外出查看 根據了解 在這一次的田園店當中 還是屬於比較小規模 小區域性的 總共有720戶受到影響 還有在晚間9點多的時候 已經全數的恢復供電 初步檢查是地下電纜故障 所造成的停電情況 再來關心到昨天下午 在南部很多地方都是午後雷雨 但是呢 在南投仁愛華岡地區 則是因為對流旺盛 下起冰雹 看到冰雹 大家硬頒 第一個反應就是趕快閃 但是對很多的農民來說 他們的心血血腥也被冰雹給打爛了 在今天下午呢 南投縣府前往開栽初步這個茶園 他們受損的面積達到150公里 損失金額上億元 冰雹一顆一顆像珍珠粉圓一般大小 農民捧在手心看心都涼了 都沒效益了 整片都沒效益了 今年要做去吃 菜園被冰雹席捲 菜被打爛了 連連哀嘆 今年要當起幹了 26號下午3點多 南投仁愛華岡地區下起冰雹 山上順尖峰里交加 馬路出現黃沉沉的水流 雨聲異常的大 霹哩啪啦 原來不只是雨還有冰 這場冰雹大約下了半個小時 停歇之後居民外出查看 屋檐下地板上農田裡 還有車斗上 都看得到冰雹 被冰雹打過的菜也爛了 全部都沒辦法收 連一顆都沒辦法收 南投縣政府農業處上山勘災 農民叫苦連天 高麗菜的價格正好 潑菜蒜苗也可以收成了 但是被冰雹打爛了 農業處看災 出谷菜園損失100公頃 茶園50公頃 靠天吃飯的農民 有冰雹成災 也要防烈日危害 烈日高溫晒的人頭昏 冒骨肝也怕被曬壞了 果農在冒骨肝上噴一層炭酸鈣 就像擦了防曬乳 希望它能保持果皮 又迷咪北跑跑 鳳梨則要拉黑網覆蓋遮阳 果農說近期連續高溫 約有一成塞傷造成的損失 TBS新聞陳家貴 張崇敏 吳淑平 南投雲林報導 的確喔 這個太陽真的非常毒辣 天氣又熱又曬 剛剛看到了這些果樹 還有鳳梨需要防曬之外 還是要提醒大家 未來幾天外出活動 上半天這個太陽 依舊是非常萌烈的 必須要做好防曬措施 不過從高溫的情況來看的話 以今天來說 屏東縣還是亮出了紅色燈號 代表是有連續出現 38度以上高溫的機會 但是天氣這麼好 大家難免都會想要 到海邊來清涼一下 所以這幾天 包括是小琉球 墾丁的海邊 都出現了細水的人潮 當地的業者說 原本預估在暑假期間 還有現在靠近暑假的這個時間點 很多遊客應該都出國玩了吧 但沒有想到翻開來一看 其實在暑假期間 當地的訂房率還是高達8成之多 滿滿滿到處都是人 快看不見鏡頭 遊客們各個都是年輕面孔 因為大學生開始放暑假了 一窩蜂全都跑到小琉球小鼠 熱情打中呼大東流線 抵達小琉球的遊客們 換上輕便的短褲拖鞋 因為天氣實在太熱了 屏東地區在早上9點 體感溫度已經飆到38度 就是這麼夯 新開幕的民宿 暑假整整兩個月都被訂光 雖然不少業者預期民眾放暑假 會往國外跑 其實暑假第一個週末 六月二十九號三十號 屏東縣整體住房率就超過八成五 比起去年同期國門剛開放時都更多 不光是屏東 鄰近的高雄也因為七月份 有韓團拼盤演唱會 加上暑假加成 飯店七月訂房率至少超過六成 而演唱會七月十三號當天 就將近九成滿 接下來還有火星人布魯諾 國內外大咖在高雄開場 繼續迎接演唱會商機 TVBS新聞帳口報導 好多人在封韓團 但你知道南韓民眾 尤其是千禧世代還有Z世代 他們在封什麼嗎 其實從他們的消費習慣來看的話 他們對於限定或是限量 特別感興趣 也造成新的消費文化 南韓年輕人聚集的首爾勝水洞 出現最新快閃電 門上懸掛兩隻大蝦 走進裡頭彷彿深海迷宮 原來這是老牌臨時蝦條的新行銷 參觀民眾完成闖關遊戲任務 可以獲得品牌紀念品 現場販售歌是限量版蝦條周邊產品 衣服 絨毛娃娃都讓人好想帶回家 韓信孔牛代言的南韓知名集中咖啡品牌 也選在首爾一個地鐵站設置快閃電 當顧客有選擇障礙時 透過小遊戲互動推薦咖啡膠囊口味 像這樣兼具趣味和故事的體驗空間 對塑造品牌形象很有效果 我們的品牌和品牌 經營者們肯定的經營 經營者們肯定的經營 經營者們肯定的手段 POPOP STORE是非常有效 所以 經營者們肯定的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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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POP STORE 強調期間限定的免費快閃電 主要客群是南韓年輕人 他們不僅只是來拍照打卡 在消費上也不手軟 最近在聖水洞 新開張的紐約街頭品牌 平日上午開門前一小時 就有人排隊 這個品牌創立十多年 背受名人網紅喜愛 所有電視第四間海外分店 也是繼東京之後 亞洲第二個實體據點 吸引時尚人士紛紛前來朝盛 所有電限定販售的商品 以下就賣光 只有這裡吃得到的冰淇淋 也很受歡迎 像是所有江南區百貨公司 這個甜點專櫃 從今年2月開幕至今 連續幾個月人氣不墜 在社群媒體口耳相傳的人氣鹽麵包 開門不到半小時 第一批出爐的麵包就完售 專家分析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 為了抓住消費者的心 稀有時尚的商品 成為時下零售業界成功的關鍵 這樣的風潮在南韓只會越來越深 TBS新聞綜合報導 大家好